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股票操作就是人性的反应 股票市场里面贪跟怕根本就是一体两面 你从股至今啊 股经中外 其实投资的领域当中 它隐含了什么 人类的情绪 指数当时在最高在10882的时候 我想当然这一波这样上去 毫无疑问的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说 哇这个指数啊什么时候到11000了 重点在于当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投资人他不会有这种恐慌 害怕的气氛 可是当指数压回的时候呢 各种言论都盛销成上 杀下来 跌了5%多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的反弹 其实我们看目前的的确确 他的反弹量没有出来 所以呢 他势必下来之后 他不太可能这个单脚直接就上去 一定要补量 一定要补量 那利用这次回档 我觉得大家有个观念 你做股票 你买完之后 如果股价往上涨 你当然高兴 可是如果我买了之后呢 股价呢 是整理之后呢 有一个修正 你当天你一定会害怕 这是合理的 就如同我讲 这一次美国科技股拉回 有多少人讲 你看这个美国科技股杀得这么凶啊 所以台湾科技股怎么样啊 该死啊 电子股怎么样 该空啊 我讲一点很重要 大盘加权指数 从今年年初 还不到9300点 涨到10882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知道很多人到现在 尤其是放空的人 就是这个大盘 你看我讲对了 对不对 果然大盘指数拉回 我跟各位讲 在这里看空的人一大堆了 嘎到这里来都断头出去了 我不要讲年初 我不要年初 我光讲在这一段 人家讲三尊头肩顶的时候 在这里是放空的人 这一段很多人都嘎空 都出去了 你在这一段被嘎空出去 这一天跌下来 这些放空的人 你认为你有资格在讲说 这个地方你赚钱吗 更不用讲说很多人 今年在这里就放空 一路看空 被嘎了六个月 那我讲其实 你在这市场里面 你都有机会 除了一点什么 你融资断头出去 你被强迫 强迫融资断头出去 没有钱了 或是你融卷被嘎 一路这样嘎嘎上去 你没有办法 你受不了了 你全部回补 补到最高点 把钱也都通通都 都吐出去了 否则你都有机会 重点在于 你是不是在这市场里面 我讲科技股 美国NASDAG 你说这次的回党 有比这两次凶吗 你放空的人 很多被嘎六个月之后 在这里 你已经 你放空已经被 你已经被怎么样 被强迫回补了 你已经说 有的人被嘎 被嘎 三成四成 甚至五成出去了 换句话 你早就断头了 一样另外一种断头 所以重点在于 你在买 或是在卖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看一天或两天 你要看一个趋势 你要看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 你从这里到这里来 你就是做多 你不要这里放空 这里放空 到这里来 什么都没有了 你怎么在这里放空 一样 对不对 我讲 这一次的拉回 回党修正 我觉得有很多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指数在10882 在这个地方 杀下来 这样跌了5%多 我讲很多股票 来 你看到康控了没有 这档股票 我今天看了一下 因为 有投资人问我 老师 康控这档股票 不是不错吗 他的业绩不是不错吗 那为什么股价 从我们买了之后 最高曾经冲到624 结果到现在 杀起来 今天低点 杀到377 这一顿 里面 短短的 123 4 5 6 7 7个交易日 股价 增发了 40% 有投资人问我 老师 那这档股票 怎么办 我请问各位 股价到最后 市场是正确的 你再讲说 老师 这个股票 它成长多少 它的业绩成长多少 可是你买在高点 对不起 市场上面 不会在乎你的基本面 很好 就会一路这样上去 那不然 我讲白的 你600块钱康控 你说基本面好 难道它涨了1000块钱 2000块钱吗 去当股王吗 这股价上下 是有一个 所谓轮动的 所以我讲 你买在这个地方康控 你如果没有停损出去 这张跌掉四成 你跌掉四成之后 我跟各位讲 你看过买在这里 跌掉四成 你再怎么去买 你再怎么去找到 其他的股票 你都没有办法弥补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没有钱了 你已经没有信心了 从600多块钱 跌到377块钱 一张 二十几万不见了 你还有这个信心 去买其他的股票吗 不可能的事情 3661的信心 四星 四星KY 从131跌到72块钱 跌了59块钱 融资都断头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 有停损的机制 你股票从这里 报到这里来 我请问各位 再给你其他的标股 请问那些投资人 你能买多少 你敢买多少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股票的位积很重要 股票怎么做 胜过做什么 我讲白的 我们当时在讲 康控KY的时候 这个十月初的时候 你都看见了 那个时候 谁在跟你讲康控KY 有谁跟你讲康控KY 你看那天没有涨 他在200多块钱 220块 230块钱的时候 我讲 因为当天中美金涨停板 我说你要回过头来看 康控 他9月的营收 年正138.15% 股价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酝酿整理 我说美绿跟利逊的结合 康控他也会受贿 结果从10月份 一路涨到这里来 一路涨到这里 再往上涨到624块钱 你不管怎么样 康控也从我们当时讲 230块钱涨到这个地方 涨多少 230涨到624块钱 涨了快两倍 涨了快两倍 那你现在回涨修论到这里要来 冲击量还在 才在这里而已 我们当时10月初跟各位讲 在这里 在这一根 我现在跟各位讲 这根没有涨 在这一根 10月7 在这一根 10月12号这一根 这一根中美金涨停板 我都给各位看 10月12号 有没有 10月12号这一根中美金涨停板 我跟各位讲 我当天跟各位讲什么 康控当时在这里 这一根 你有没有看见 你根本看不见了 这边谁要跟你讲康控 那你这里买 你这边随便都可以卖 那现在这样跌下来之后 我想很重要一点 我们股票不可能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你只要在市场一天 你要记得这一点 除非到你出场 否则 不要说定论 不要下定论 但问题在于什么地方 你买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停损机制下来 这一下来 200多块不见了 你怎么办 所以一样的操作 我先跟各位讲 一样的股票 有人康控KY套牢赔钱 有人大赚离场 那我先跟各位讲 你要做的事情是做美率 11月的营收双成长 而且美率它宣布 要卖出康控的持股 部分持股 那这一部分 它回馈到美率本身身上 这就不用我再讲了 股价在相对低基期 你自己看2439美率就好 它也是在这地方整理 低点在这里 低点也没有破 也是在这地方整理 所以这个地方美率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 你说老师 美率今天也下跌 你股票不要开一天两天 营收 每一队营收 连续四个月创历史新高 股价又没有涨 未来又有出售 康控KY的收益 那我觉得 你如果要再问我说 老师 我康控KY怎么办 我还要不要再买 去买康控KY 我说你转个角度去想一想 它是弱势股票 就如同跟你讲的 我说如果今天 你康控KY不停损 你会变成什么 变成像6456GS这样子 从379跌到这里来 205块钱 这更夸张 这一跌跌了多少 跌了170几块钱 370跌了170 股价到200出头了 那来到这个位阶点 到年限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上面套牢的人 你也不需要卖了 更何况你这边 如果用融资买了 这边都已经断头了 股价回到7月份的起涨区 有没有看见 所以这个时候 你回头跟我讲基本面 我同意 前三季15.5亿元 赚赢去年全年9.39元 那外资低档连三买 你把风险设定好 你说老师KY今天 TSKY今天没有涨停 他只有小涨而已 未来还会涨吗 我觉得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想清楚一点 你要想清楚一点 谁在这边接的 一样就跟各位讲 你做空的人到最后 你都已经被嘎出去了 现阶段 你再讲说 我这个地方放空大转 这个实在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做多的也是一样 死多头死空头 你在市场上面 你绝对赚不到钱 那老师今天这个 这个大盘 这个好像很弱 对不对 我说基本上讲 这个大盘本来没错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整理 你要选择怎么样 要选择能够低接 甚至我跟各位讲 我说其实有些股票 我们在操作上面 我昨天跟各位讲 像这个全新 最近不是很夯 大家很夯 涨上去大家都3D感测 跌下来到3D感测利多出镜 哪有这么快的 对 哪有这么快的 昨天才在讲3D感测 是未来的一个应用 今天就变成3D感测利多出镜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 他从这边整理上去反而大买 后来涨停 列入警示股票 昨天两根涨停 我跟你讲续涨列入警示股票 我说你不要去碰它 转一下上来 你不要紧张 不要再去 一窝风的进去 那今天杀起来 今天杀起来 五日线都没有破 很多人说 老师这个股票放空头了 糟糕了 我今天要放空 还有空的老师说 我今天要放空全新 我今天放空全新大赚 然后昨天买全新 今天又担心 老师这个全新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 没有锁住 今天 老师今天这个 哎呀 这个打跌停板 你股票如果看这么短 基本上来讲 不容易赚到钱 你股票不是今天买 明天就要出场 就要赚钱 不然我问各位 我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讲GIS 来 我们去拿康控做例子就好了 这一段里面 它是不是有涨有跌 是不是有涨有跌 对不对 你有可能买到这里 追到涨停板之后 当天拉黑黑下来之后 停损出掉 对不对 可是未来呢 后来还不是再上去 甚至涨了600多块钱 可是涨了600多块钱 大家就拼命下去买了 那买了之后呢 一路回头下来 等到空方趋势成型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这个精彩也是一样 我想我们当时之前 跟各位讲 做股票 你可以灵活一点 对不对 获利卖出半数 全部获利出场 压回 压回怎么样 可以来回操作啊 3374的精彩 你看到没有 这营收 从2亿跳到4亿 跳到5亿 跳到5.4亿 持续创当年新高 那这种股票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就是反弹 拉回 你就拉回之后 你可以去做一个 买黑 卖红的动作嘛 所以我说精彩 其实这个股票 未来 可以来回操作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 股票怎么做 跟做什么股票 哪一个比较重要 所以待会 我也从一些 个股的操作里面 来跟各位 去做介绍 我们先进段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些股票 这些杀下来杀了别停了 很多人开始紧张 很多人开始害怕 涨停的时候大家都开心 跌停的时候大家都害怕 所以我心里这样想 难怪其实做股票 你一天你买进 跌下来你就害怕 涨上去 你卖掉一涨上去 你就心又痒痒的 我说当时我们在讲的时候 在这里 在这样震荡整理 我说你买得起 我说举止的操作 你不用担心 我该买就买 7号买 8号就涨停 我每个阶段来都跟各位都有追踪 对不对 一直到金融分盘交易 我也提醒大家 你不必频繁进出 获利报劳就好 28号在创新高 我讲举止的操作 你跟着我做就对了 你不用担心 对不对 从7号到28号 你跟着人都大转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拼命去买 那我讲不对 他要开放 恢复正常交易 我先卖一趟 全部卖掉 5号卖 当天分盘交易 还没结束 6号会不会正常交易 跌停 我这样讲不是代表说 我很厉害 这样讲是跟各位讲 我们做股票要有个弹性 对不对 跟着人不是就大转了吗 后来8号又再买回 第一盘就买回 不是拉了就涨停吗 涨停完之后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橘子你要早点做 找盘卖出获利再入贷 那你这个橘子的操作 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手中有橘子 你赶快来找我 做橘子这一波 你有看到 从10月 11月 11月7号开始 从11月7号开始 一路上去 我是不是带你过关斩将 对不对 那你手中有橘子 你说老师啊 这个地方 我有橘子 或是老师 我想操作橘子的 你赶快来找我 我觉得 其实一个股票 当你做顺来回操作的时候呢 你自己要怎么样 要把握 另外像这个全新也是一样 我讲 两个掌停板之后 今天打到这个 跌停板 你想做全新的 赶快来找我 一样嘛 精彩也是一样嘛 也是来回操作啊 你手中有精彩的 你赶快来找我 我们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我只跟各位讲 做股票 你可以灵活一点 你可以灵活一点 另外像一些股票 你看看这个原相 我讲 你现在做 有些股票 成长的 前三季 这个3.96元 是去年全年的三倍以上 那现在我想 没有人跟你讲原相了 老师啊 没有人跟你讲原相了 对不对 现在不会有人跟你讲原相了 那这个时候呢 对不对 骑红 刚刚开始 从这个地方 带跳空缺口上去 这个是个关键点 上去之后压回 压回之后呢 你要随时留意买点 你不用追在这里 可是压回你要留意买点 你要买 你不是买在这里 你是压回的时候不破买 这样懂吗 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如果买在这里 这一路上去 这没有问题嘛 你一定开心 你一定拍手 那你也不用来找我了 就像橘子一样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今天的震荡 你想做橘子 也不用来找我啦 你自己会做就好了嘛 就是因为股票有震荡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 你当时我带你做橘子 又做架杀操作 你想做橘子 你赶快来找我 你自己乱做 我觉得 你会被自己的贪跟怕 所打败 我也明白告诉各位 对不对 那你说整理完之后 像这个台办5425 Q3 EPS 跟11月营收 都创历史新高 那这个股票 你可不可以去 做一个反弹操作 当然可以嘛 所以我跟各位 谈一个重点嘛 怎么做 胜过做什么嘛 你有橘子的 你也看到了 你赶快来找我 2455的全新 你想做全新的 你赶快来找我 3374的精彩 今天哎呀 杀下来啊 老师啊 我好害怕 你手中有精彩 你赶快来找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 试驾买先锋 何热获利出清 这是我们的操作 剩下都不要讲了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你有进有出 有依据的 9点07分 买完就涨停板 对不对 我就跟各位讲 昨天获利入带嘛 昨天创新高啊 11月21号 昨天获利入带 全部卖出嘛 所以其实利用 这次的震荡 各位要体会一点 股票怎么做 胜过做什么 那我想 利用88冲置板 你没有赚到的 老师我全新我想做 我没有赚到 老师橘子呢 今天打下来了 我可不可以买 我很想买 你没有做到的 没有关系 利用88冲置板 我们先来 转掌停 对不对 底部进场 逢低 我带你 我们先转掌停板 88冲置板 跟上我们 最完美的操作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对不起 感谢观看